大家好 我是盈盈 我现在已经在绿皮火车上面了 然后火车已经出发了 是从哈尔滨到密山的 因为我们西卡湖是回密山管的 跟密山还是有些距离的 明天早上 凌晨4点钟左右到密山 然后我再从密山回我自己的家 我终于赶上火车了 我想自己去掺车 想买点东西庆祝一下 好嘞 这个车没有掺车的 然后 只有方便面烤鱼片 火车肠啤酒了 我就买了一盒方便面 买了一个可乐 还有一个火腿肠 10块钱小火车肠 这个就是我的晚餐 我在想为什么没有餐车呢 是不是怕影响 火车肠烤鱼片 方便面和饮料的销售 开玩笑了 我一块泡方便面去 经常人在外面的人不挑剔的 有地方睡就行 有东西吃就行 不在乎什么好吃饱 只吃饱就行 睡觉的时候腿伸直了就可以了 咱胖方便面去 方便面卖的没那么黑 我还以为得十多块钱 6块钱 也就是翻了一倍的价格 火腿肠估计也是翻了一倍的零售价 在这一点点 这是6块 都是比外面零售价格的一倍 还好可以零售 学了正确的泡面的方法 之后用叉子给它插漏了 把它固定住 在我们东北 有磕瓜籽的习惯 经常出门 或者是走亲创友 家里都会放点瓜籽 大伙边聊边嗑 听到没 磕瓜籽的 哎呀 只要不回东北 都忘记瓜籽这个东西了 还挺有哈尔滨红肠的味道 肉不多 我这可乐一打开来跑泄了 跑出来这么多 为什么我这个瓶子我也没动它 是不是在火车上经常颠簸照成的 有没有拖把 可乐好没动它 一开口是吧 一开口它就冒出来了 我把它插了 所以给的外国的饭片 很多都有规定 你看 被踩到了 我等他拿凑白的 来我来插 这可乐的话 我们没动它 但是它自己就 就好像被摇晃过很多次了一样 我衣服也湿了 来我来插 不好意思 我那可乐我没动它 就在那边放着 一打开它就冒了 在车卖的时候 再回 我说嘛 给你添麻烦了 没错 好 谢谢 哎呀 再你们看看我们 黑龙江绿均火车里面的 紫色 今天人比较少 所以都能躺着的地方 现在车火车的人也少 碰到人家 大椅子都可以当床 那边的车厢我们就不过去了 我们溜了一圈 以前坐火车的时候 有个人坐在这种位子 可以打扑克 然后玩的特别嗨 特别雷劲 这地方停的 这种绿皮火车是逢站就停 就是每到一个站点都会停的 这一个厕所 有一个到开水的地方 回去了 休息了 睡觉了 这个是我们的床 一会上来休息